睡眠是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只有拥有良好的睡眠,才能拥有好的身体。 如果长期存在睡眠问题,会导致睡眠质量不佳,影响正常的工作和学习,而且还容易增加压力,产生心理问题。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实睡眠质量和饮食有很大的联系,今天就给大家讲解一下相关的知识。 首先,睡眠质量不好可能与以下的饮食习惯有关。 1. 喜欢吃辛辣刺激的食物 现在,辛辣刺激的食物已经变成了大众比较偏爱的热门美食。 尤其是对于那些食欲不振的朋友来说,更是喜欢吃此类的食物。 但是此类食物难以消化,会对肠胃产生刺激,很容易造成消化不良,时间长了,脾胃会变得非常虚弱,而且还会影响肝脏正常的解毒功能,使肝脏出现问题,会影响睡眠质量。 2. 吃宵夜 现在很多人都有吃宵夜的习惯,而且还很喜欢选择一些油腻的食物,或者含糖量很高的食物作为宵夜。 其实吃宵夜的习惯是非常不好的,会对肠胃产生刺激,加重肠胃的负担,导致夜间无法正常入睡,降低睡眠,质量降低,严重时还会导致反胃,呕吐等症状。 3. 三餐时间不规律 现在很多人由于工作繁忙,无法在正常的就餐时间吃饭,有的人甚至会把三餐合并为两餐或者一餐。 这种习惯是非常不好的,无法使人体得到正常的营养供给,而且有的人在吃饭过程中为了节省时间还会选择一些没有营养的快餐,或者在吃饭的时候进食速度非常快。 这些行为都很不利于身体健康,会导致脾胃虚弱,影响晚上的睡眠质量。 面对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可能会选择吃一些助眠的药物,其实这样是很不好的,容易形成药物依赖,而且助眠效果也不一定理想。 下面给大家介绍三种可以促进睡眠的食物,希望能给大家提供帮助。 1. 小米 因为含有丰富的色胺酸,所以小米有很好的安眠作用,可以有效地缓解大脑疲劳,增加人体的困倦感,提高夜晚的入睡速度。 2. 平时肠胃不好,睡眠不佳的患者,可以多熬一些小米粥食用。 3. 小米的营养价值非常高,不仅可以促进睡眠,还可以调养肠胃,一举两得。 2. 莲子 莲子有非常好的宁神安眠功效,对于夜间多梦,心悸,容易惊醒的患者来说,可以多吃一些莲子,能够有效改善这些症状。 3. 在生活中,有睡眠问题的患者可以经常喝一些莲子粥,或者多喝一些百合莲子汤,都能够很好的改善睡眠质量。 3. 红枣 红枣 红枣也有很好的助眠效果,对此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以为红枣只有补血氧气的功效。 4. 其实当人体的气血充足时,可以让人体更容易进入深度睡眠,达到更好的放松和休息效果。 5. 而且大枣的食用方法很多,除了在熬粥,煲汤的时候可以添加一些红枣外,也可以直接食用红枣,或者泡一些大枣水来喝。 5. 大家可以根据口味偏好自行选择食用方式。 以上就是饮食与睡眠的相关知识介绍。 5. 想要拥有健康的身体,良好的睡眠是必不可少的。 6. 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调整饮食,不要吃过多油腻难消化的食物,饮食应尽量选择清淡,否则不仅会减弱肠胃功能,还容易影响夜晚的睡眠质量。 中文字幕——Y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